本市新增了3例新冠肺炎人体的确诊病例 目前这3例病例都已经转运至 沙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治疗 目前病情稳定 这3例的确诊病例是朋友 在11月19-21日先后到苏州共同又晚 有较长的时间的密切接触室 有明确的游行逆节的关联室 根据国务院联房联储机制的有关要求 仅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引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决定 加浦东新区花木街道景秀路1650路 湘梅花园疫情小区 浦东新区三宁镇海洋路 1080路湘张院小区和清浦区照相镇夜门路 189路西郊景如小区夜围中风险地区 沙海市其他区域的风险等级不变 沙海市其他区域的风险等级不变